所以你会很乐于禅定 当然这种境界就会很好 但是到了这种境界还是要舍掉 因为你要进入空性 真正达到解脱的这种境界 所以必须要舍掉 所以他这里面就讲 身后就是你住身以后 你如何谈定去得到光明 解脱的空性禁力 这个是解脱之空性禁力 应如何修 应该要怎么修呢 那么他又讲 这个123456 第六行 当以教理破除人我罚我 先求通达诸法非圣意 有终观正见 这个重点在这里 用理方面要破除我 无我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甚至于无法 要经常去研究这个 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达到了这个无我的境界 的时候啊 这就是通达诸法 非圣意有的中观正见 这一段讲的很清楚 但是呢 有弟子问师尊 我写了一本书啊 卢圣燕的哲诗 是第几本 在我的书里面 第100多本 109本 是卢圣燕的哲诗 这一本书里面 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超级的智慧 谈的就是无我 那么有弟子写信给我 就是这样子讲 既然是无我 还有什么哲诗 还有什么哲诗 既然已经达到无我 你还有什么哲诗呢 是没有错 他讲的是没有错 既然是无我了 还有什么哲诗呢 但是我假如不写 你就不知道我无我 我就是用文字来表达无我 其实无我也不是文字可以表达的 真理不能用文字来表达的 超级的智慧也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表达的 但是为了传播这种无我的超级的智慧 所以必须要勉强用文字来表达 文字便不是真理 而是指叶量的手 我指向空性的手 这个就是文字 这个不能 这个哲诗不能代表无我 但是为了解释这个无我 必须要用哲诗来给他表达 这个解释是最好的 应该是这样子解释的 所以很多弟子讲啊 你既然是无我了 还要什么哲诗 是没有错 你达到无我的境地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把所有你过去写的这些书啊 全部集中起来 一把火给它烧掉 我们也不需要这些书的 像我这种境界来讲起来 我也不需要写书 你已经达到了以后啊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 把所有书集中起来 一把火给它烧掉 我相信我有一天啊 当我要灭盘的时候啊 我会把我自己所有的书 全部集中起来 一把火给它烧掉 我不需要这些书的 但是你们要不要 一把火烧掉 我是不管 因为这些书对我来讲 只是一种解释无我的思想 而不是真正的无 是一种无我的禅士 但是呢 他中哥八祖师讲 你修无我太过 你太无我了 你会进入一种境界 这个太安住啊 顾便能隐身 沉默昏灭 你无我了吗 有没有吃饭 也不要紧 有没有穿衣 也不要紧 有没有睡觉 也不要紧 有没有写书 也不要紧 有没有快乐 也不要紧 反正我什么通通都不要紧 那么这样子的 不要紧的思想产生出来 你一禅定了 你就进入沉默昏灭 太安住 这个叫做太安住 这个思想啊 在这里啊 也是啊 会有产生问题的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所谓变成无我的一种沉默 跟昏灭的这种现象 我以前呢 禅定的时候 曾经到一个天去 我以前讲过的 这个天里面的修道人 全部在睡觉 一点生气都没有 完全都是在 在睡觉的那一种 啊 境界里面 每个都是在睡觉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就是因为他太安住 太安住了 就沉默跟昏灭 你记得那个虚音老和尚 有一次啊 他在这个 快要出冬啊 的时候啊 他在一个苗棚里面 这个祖那个 这个祖那个 应该是 欧啊 欧啊 欧头 祖欧头 欧头是不是 欧啊 欧啊跟汉吉 欧啊 他是在祖欧头 那么他就是 就禅定 太安住了 他就进入一种 无我的状态 他没有感觉到自己 等到他醒过来 他才发觉 那个欧啊 已经成功 你们想一想 那个鱼头啊 都已经长出 孤出来了 那种好像是说 花梅了 成功 花梅了 你看时间多久了 他在煮鱼头 那么在鱼头面前 禅定一下 太安住了 什么都忘了 时间没有了 空间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居然经过 那么长的时间 等他醒过来 一看 那个欧啊 花梅跟成功 多久了